我最后再问你一句 毁地烟田是谁叫你干的 是小哥老血信让我们这样干的 先把那九个血迹 杨东东也知道 这世上哪有金汤一般的河地 海瑞将和茂财的口供 承交给巡抚赵真吉 赵巡抚和锦衣卫都要求 删除供词中的所有牵扯到皇上的部分 而海瑞则坚持一字不改 改了便是欺君 赵真吉无奈 指得将郑和二人的供词发往北京 五天后 当东边的天际微微露出了一线白色 掌印大太监吕方便急匆匆地赶到私里建职房 来看刚刚传递到京城的郑和二人的供词 汉坝后一向温和的吕方罕见地大发雷霆 严嵩徐街到底要干什么 要咱们五个人的头呗 另外两个丙比太监也开始称怪 清流和严党之间明争暗斗 致国家安危于不顾 吕方迅速地意识到 为了眼下的朝局和东南的战事 他必须立刻平息清流们正在进行的导延运动 随即他带上了一坛家境元年轿藏的花雕酒 和这两份供词 秘密来到了严府 严嵩来不及细想 立刻吩咐下人们开中门迎接 不一会儿只见 吕方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 身后跟着一个太监 怀里抱着那坛四十年的花雕陈酿 没过多久 徐街也赶到了 显然是吕方派人给叫来的 待所有的侍从都被打发出去之后 严嵩 徐街和吕方 这三个除家境皇帝以外最有权势的人 同时也是各派的领袖大佬 围坐在饭厅的一张四方桌边 主位上坐着严嵩 上手客位坐着吕方 下手客位坐着徐街 桌上摆着精致的四荤四素 冷热菜肴 三屁蒸笼冒着热气 每一屁上都有形状花色 各不相同的六个小龙蒸包 白的是精面 黑的是细桥 粗粮搭配 荤馅素馅都有 可见阎哥老平时养生有方啊 每个人的跟前都摆着一双象牙的 筷子 一个元代官瑶的兰幼酒杯 和一个南宋官瑶的青幼碟子 吕方也把自己带来的那坛四十年的陈酿摆在了桌上 他亲手揭开了泥风 捧起了酒坛 给阎松满满的蒸了一杯酒 给徐街和他自己却都只蒸了半杯酒 然后他放下酒坛笑着说道 阎哥老这二十年不容易啊 徐哥老入阁晚些也有十来年了吧 都不容易 至于咱家嘛 皇上身边的一个奴婢而已 就不足论了 我们三人虽然职份不同 可喝的都是皇上的酒 徐哥老 咱家给阎哥老倒了满杯 给您老只倒了半杯 你老不会介意吧 阎哥老是首府 朝里的担子都扛他了 我能陪着喝个半杯 也是愉愤了 可宫里的担子全在吕公公间上 不应该也只倒半杯 吕方要的就是徐街的这几句话 带对方说完 吕方笑着说道 徐哥老这样说 咱家连喝半杯的资格也没了 这半杯酒敬您老 两个半杯加起来就是一杯 徐哥老和阎哥老也就打平了 徐街文言立刻站了起来 诚惶诚恐的说道 吕公公这话我万难领受 倘若徐某有何过错 或是皇上有何旨意 吕公公就请宣旨救世 说着他离开了座位 掀起了袍子便要跪下 别见别见 吕方一把掺住了徐街 咱家现在就明说了 我这一次来皇上并不知道 徐哥老请坐下再说 吕方把徐街掺回到椅子上 然后从自己的衣袖里掏出了 正碧昌与和貌财的那两份供词 我这里有两样东西 是浙江昨夜八百里加急送到宫里的 我没敢承交皇上 请二位阁老先看看了再说 说完他将两份供词一份递给了严松 一份递给了徐街 严徐二人的神情立刻凝肃了起来 都双手接过了供词 又从各自的袍袖里掏出了老花眼镜戴上 认真地看了起来 看完了自己手里的二老又换着看 过了好一阵 两双老花眼终于把两份供词看完了 二人皆低头不语 烧请 还是严松首先打破了沉默 上奏吧 真如正碧昌和貌财所言 是严氏藩他们叫浙江毁滴烟田 还敢通窝 就应该满门抄斩 徐个老 严个老的话你都听见了吧 证据何在 吕方说这话问得好 何茂财在口供里扯上了严氏藩 扯上了杨金水 问他证据呢 他却说给烧了 这显然是在攀扯 一个指使他的疯了 另一个指使他的又没有证据 这样的口供呈了上来 皇上看了会怎么想 徐杰立刻接口说到 没有证据 无法彻查 吕方说对 就是这话 今年五月西安江发大水 九个县堤坝坍塌 其原因是杭州府 淳安县 建德县和河道衙门 摊没了修堤的公款 为了分红 胡宗县不得已才在淳安建德 绝了口子 淹了一个半县 救了七个半县 当时就有马宁远 李璇他们的供词 这都是早就定了的案 现在这几个人也都斩了 浙江现在又扯出 另外的一个说法 扯上了严世帆 扯上了阳金水 这都可以慢慢的查 但扯上了胡宗县怎么办 东南沿海在打仗 我军几千人打倭寇 几万人 总不成在这个时候 将胡宗县也监颂京师 明白回话 让倭寇把浙江全都占了啊 其实严松手里捏的就是胡宗县的这张牌 只要胡宗县不倒 严松自己就不会倒 此时见这张牌被吕方打了出来 老严松心中更是都定 反而说道 此事与胡宗县绝无关联 也无需牵扯到宫里的人 要查就查严世帆吧 徐杰的心里已是一团乱麻 这一次吕方瞒着皇上 拿着这两份供词来见自己跟严松 摆明了是在怀疑自己 玉王高贡和张居正 在指使着赵真吉与谭伦 为了导言而有意搅乱朝局 要是家境帝也是这样想 那倒霉的恐怕就不是严党 而是自己 没准还会牵扯到玉王 因此他必须立刻变白 消除吕方的疑虑 见徐杰的这个太表的如此之坚定 吕方自然很是满意 这么一来也就无需再多说什么了 吕方伸手将自己的那半杯酒 倒进了徐杰的半杯酒里 凑成了满满的一杯酒 然后他微笑着说道 话说到这个份上 咱家也表个心态 杨阁老几十年喝的都是一杯酒 那就是皇上的这杯酒 徐杰老难些 既要喝皇上的酒 又要喝百官的酒 这两杯酒不好喝呀 咱们还是同喝皇上的这杯酒吧 然后吕方端起了自己的那个空酒杯 口气中带着一丝伤感的说道 二位阁老都是家大业大 五福权规之人 咱家没有家 认了好些个干儿子也都是假的 杨金水已经在押往京师的路上了 到京后皇上便会审 到那个时候 咱家只怕连空杯子都没得端了 可大明朝眼下不能没有杨阁老 也不能没有徐阁老 只要二位阁老合中共济 天下就乱不了 就算不是为了自己的身家 为了皇上 为了我大明江山 二位阁老还不愿意喝下这杯酒吗 吕公公这话已说的再明白不过了 如今是国不艰难 战事吃紧 望阎党与清流就不要在窝里斗了 老徐杰立刻举起了酒杯 庄重的镜向阎松 阎松也缓缓地举起了杯子 眼神和缓地望向徐杰 二人都将各自的杯中酒一饮而尽 无论是出于真心还是逢场作戏 随着阎徐二人的碰杯 吕方毕竟以一己之力 劝动两党党魁赞霸刀兵以国势为重 使得阎党清流和私立建 这三大势力至少在表面上再度恢复了平衡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与此同时 嘉靖从早就想取代吕方位置的首席炳笔太监陈宏那里了解到了吕方的动向 在陈宏山音风点鬼火的挑唆下 这位谜语皇帝还是怒了 望主子体谅老祖宗 谁的老祖宗 谁家的老祖宗 我大明朝只有太祖成祖才是老祖宗 你们哪又找来个老祖宗了 当得知吕方已带着两份供词私自去见阎松和徐杰了 嘉靖帝不禁怒火中烧 说来好玩 所谓中国历史啊 其实主要指的就是帝王史 汴兰史书没有几页是写老百姓的 而帝王史有一个特点 屁股比脸蛋重要 你看这个屁股它对应的是什么 是位子对吧 我回到了二师的指挥部 我得先找我那把椅子吧 我先发现这把椅子 我一看是一个屁股坐到了上面 我再往上一看才是一张脸 可是那张脸和椅子没有关系 只有那屁股才和椅子有关系 对不对 咱再拿大明王朝的这部戏来说 阎松的位子徐杰在盯着 阎世帆也在盯着 胡宗宪的位子赵真吉在盯着 同时赵真吉也盯着内阁的位子 吕方的位子陈宏在盯着 冯宝也在盯着 就连海瑞的那个七品芝麻官的位子 都由田有路在盯着 而嘉靖的位子则由豫王在盯着 同时还有无数不知名的天下人 共同在盯着 因此才有了那句老话 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 他们老朱家的皇帝位子 不也是他们的老祖祖朱崇八盯来的吗 因此从这么个角度上讲 所谓中国历史就是每个人 为了能让自己的屁股坐上心目中的 那个位子而奋斗的历史 带吕方回到了司礼建职房 他叫陈宏写好了斥责浙江的吉地 连同郑和二人的供词 一并又寄回了浙江 命赵真吉重新审理 郑碧昌宇和茂财 再呈上来的供词里面 不得再有牵涉严世帆与毁迪烟田等事 其言下之意就是叫浙江方面赶紧拿郑和二人做法 草草的收场 不要搞案情扩大化 办完了这一切 他又吃了点早点 然后匆匆赶回到嘉靖帝身边当职 然而嘉靖此时的心里 却是打着另外的一幅算盘 自古以来 当皇帝的不怕文武斗 就怕将相和 他最怕的就是下属们私下来往 然后团结一致来反对自己 所以古代的那些个大官们 基本上都尽量避免相互私下里过从甚密 对于吕方此次的处理方式 嘉靖帝还是认同的 但是吕方私下与内阁的首府和赐府开会这个事 却犯了皇帝的忌讳 于是他借口自己的万年吉壤的修建工程进度太慢 叫吕方把私立建的事情都移交给陈宏 今天就动身去那里监督工程 吕方跟了嘉靖皇帝四十年 从嘉靖一开口提工程进度的事 他就已经猜到几分了 为了确认他还是跪了下去 吕奏主子 是让奴婢就去看看的 还是留在那里监修工程 好些事都是你自己做了主算 这还用问朕吗 奴婢明白了 随即嘉靖帝又做了一系列的布置安排 言松不是病了吗 那就叫他回家养病去吧 小徐杰搬到内阁职房来 死里建的阴 你先长着吧 皇帝就是皇帝 几句话虽然说的云淡风轻 但实际上无异于掀起了 大明官场的一次大动荡 言松相当于被停职 吕方相当于被发配 唯一剩下来的徐杰 也被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 几乎相当于被软禁了 然而在此次变动中 最最得意的则要属陈宏了 他终于如愿以偿的取代了吕方 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掌印大太监的位子 从三大首脑私下里开会 到巨大的人事变动 这一系列的消息 在当天下午就传到了御王府 御王听罢心神不宁 他急着要找高拱和张居正来商议 却被李飞给拦住了 李飞认为皇上此举呢 只是由于起了疑心 此时御王不意与朝臣联系 过密 然后他就安慰御王说 王爷您放心 父皇只有王爷您这一条根 王爷又生出了世子 祖宗的江山社稷 终有一天要王爷您担起来 父皇不会把王爷怎么样的 这一次吕公公被发配去修了永灵 养个老辈命在家里养病 却让徐师傅在内阁当职 就足见父皇不愿意伤召王爷 浙江的事由赵真吉跟谈论在 料不会出什么大乱子 就算王爷您举荐的那个海瑞跟王永吉 做事做过了头 那也是清官再办贪官 犯不了什么大罪 一经上说浅龙勿用 王爷您现在什么也不要想 咱们这几天啊 就当平常百姓家一样 关起门来过几天舒心的日子 待水落石出之时皇上自然会有旨意 徐格老张大人和高大人该来的时候自然会来 一席话说的豫王眼前一亮 心中的一片乌云也全都散了 不禁感慨的对李飞说道 可惜你是个女儿生啊 你要是个男人从小好好读书 不会比徐师傅高师傅和张师傅他们要差 老颜松也感到山雨欲来 他立即闭门谢客 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 谁也不见 连颜世帆都不见 你们这些奴才再不开门 一个个杀了你们 如果他不要百年送中的人 我就一头撞死在这里 断了他的根 告诉他 我不要送中的人 徐杰方面 张居正不愧自小就是神童啊 他在负责监视徐杰的太监的眼皮子底下 嘴里汇报的军务 手下写着浙江的消息 一心二用 用暗语加字条的方式 完成跟徐杰的信息沟通 而与此同时的浙江台州 胡宗县在援军卫道 均须不计的困境之中 发动了第八次台州抗窝大战 七家军将士们奋勇血战 再次获得了全胜 赵真吉在接到了 司里建与内阁的夹急停记之后 一面命令下属 超莫郑璃昌和茂财的家产 冲敌军饷 一面请来了谈论海瑞与王用吉 还把郑和二范也给带了上来 然后他当着所有人的面 宣读停记 在读到重点时 他故意读得很慢 这么一来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赵真吉此举就是在暗示郑和二人翻供 只要承认贪末而不牵扯其他的事情 便会有一线的生机 郑璃昌与何茂财 两个人等的就是这个结果 若是只按贪污罪论处 他俩最终也无非就是抄家跟流放 但无论如何命是保住了 二人立即跪了下去 罪员兵无意攀扯 前次的贡状都是海瑞逼出来的 罪员愿意将员贡收回 赵真吉不易察觉的微微一笑 接着宣读停记 浙江官府竟然允许郑和二范 一罪攀扯搅乱朝局 事成核心 现将员贡状正回 卓立即重审 务必在七日内承报朝廷 倘若再有不实之词 则问官与犯官同罪 待这一段话念完 海瑞也已经彻底明白了 赵真吉是在暗示自己 准确的来说是在威胁自己 再若不按照内阁和私理件的意思 重新整理出来一份供词 到那个时候 倒霉的就会是他海瑞了 电光火石之间 他想起了谭伦当初写信给自己 请自己出山时的样子 想起了几个月来 自己为了导演所经历的生生死死 一枪孤奋涌了上来 他把目光望向了谭伦 谭伦却是严谨低垂 不肯与他对视 此时郑和二人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罪员愿意从实招供 但请忠诚大人亲自审讯 然而赵真吉却说道 前问官所审供词是一种说法 后问官所审供词是另外一种说法 这样的供词能够上报朝廷吗 原来谁审的供词 现在还有谁来审 还有七天的日期 两天审节 第三天八百里吉地 五日内必须送到京师 说完后 他不再理郑和二人的哭求叫嚷 转身就走了 谭伦离开了座位 走到了海瑞的跟前 面带歉疚地说道 朝廷的意思你也都知道了 朝局为重 时间紧迫 连夜重审吧 海瑞面无表情地答道 赵忠诚给了我两天的期限 用不着连夜就审 今晚我得回去好好看看 这份供词到底有何不识之处 说完他看也不看 谭伦的静字走下堂去 王永吉此时也才有了 说话的机会 他不再掩饰心中的不满 对着谭伦说道 你们当时就不该举荐他来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 海瑞就如同人间蒸发的一般 谁也找不着他 就连王永吉也不知道海瑞去了哪里 直到第二天的入夜时分 海瑞才又出现在审讯房里 王永吉见海瑞平安无事地回来 悬着的那颗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继而埋怨道 你这两天都去哪了呀 赵忠诚谭大人到处在找你 不说了 就剩今晚的期限了 我们赶紧重审案子吧 然而此刻的海瑞 却不想再将王永吉牵扯进来 便提出要自己独自审理 不成想那个平日里 温润谦和的王永吉 此时却显示出少有的决绝 要么一起审 要么都别审 我家里有老母幼女 你答应我的事就忘了 可有多少母老子少 弃余饥寒 刚风兄 竟忘了 贤者入联 若不如你 待郑毕昌和冒财 这一次是郑和二犯同时审理 两个人一上来 口径完全一致 除了承认贪污 其他一概不知 把个王永吉给气得 拍案而起 真真 岂有此理 这也不知 那也不知 当时你们二人 一个身为不正使 一个身为暗查使 能说得过去吗 郑毕昌说 当时胡不堂 还是浙江巡抚呢 他不是也不知情吗 以前的案子早就审结了 二位上差 若想知道 可以自己调原案卷去看吗 王集说 那井上十四郎呢 原来一直关押在 涅死衙门大牢里 为何能到淳安县去卖两米 何茂才 涅死衙门是你管的 你也不知道吗 何茂才说 倭寇劫狱之事 时有发生 王大人为何不去查问 是不是 纯安的刁民 齐大柱他们干的呢 王永吉被他俩 气得憋在那里 再也问不下去了 而平时一向 容易激动的海瑞 此时倒是显得 十分的平静 对王永吉说道 他们两个人 说的都不错 将罪犯所招供词 记录在案 让他们画鸭吧 看到海瑞的那一副 镇定自若 胸有成竹的神态 郑碧昌满腹的狐疑 可是他也想不出一个所以然 只能猜测 海瑞是不是破于压力 服软了 要真是那样 可就善莫大焉了 然后他便跟何茂才 一起在供词上画了鸭 海瑞一拍金堂木来啊 把二人压到隔壁路房 让他们在那里好好听听 立刻过来了几个牙医 抓起了二人 将他们压到隔壁的暗房里 然后海瑞大声喝道 带蒋千户 徐千户 隔壁房间里的 郑碧昌和茂财 二人一听心中都是一惊啊 两个人正要叫喊 几个老义 同时将他们的腰带扯了下来 缠绕到他们的嘴上 十二人无法发出声音 同时说道对不住了 小的们奉海大人之命 让二位大人 暂且不要出声 功夫不大 蒋千户徐千户 二人带着刑具 被带上了堂来 牙医望二人的腿弯处一踹 二人便立刻跪倒了 海瑞单刀直入的问道 今年五月 新安江大水 你们各自带着兵 都在哪个县的闸门边 看守了 回海老爷 小的们是涅死衙门的牵户 守大地是河道衙门的事 小的们怎么会去 海瑞也不动气 那么那天晚上 你们两个都在哪 我们自然是在家里睡觉 海瑞拿起了岸上那一叠 已是密密麻麻的 签了好些人的名字的证词 说道 这是你们下属士兵的证言 有二百多人的签名 都说那天晚上 蒋千户带了一百兵 去拆淳安大地闸门 徐千户带了一百兵 去拆建德大地闸门 你们还说那天晚上 是在家睡觉吗 蒋徐二人的脸色立刻变了 徐千户咬了咬牙 说道 哦 那是小人记错了 那天晚上小人确实奉命去了建德大地 可不是拆毁闸门啊 我们是去防护堤坝的 蒋千户也说道 不错 小的那晚也确实是去了淳安 也是为了防护堤坝 海瑞说 你们可以不招 有着二百人的证言 本官也无需你们的供词 现在我问你们第二件事 倭寇井上十四郎 一直是你们两个奉命关押 他是怎样出去的 又怎么会一出去 就到淳安又陷灾民 那日何茂财将他从淳安带走 就是你们两个人带兵押送的 现在这个井上十四郎失踪了 你们该不会说两次放走倭寇时 你们两个都在家里睡觉吧 那个井上十四郎 就是齐大柱那会反明 劫狱救走的 这也就是你们当初在淳安县大牢 准备放火将本官和倭寇一起烧死的原因 大人什么几时放个火了 海瑞依然笑着望向他俩 火当然没有方程 不然本官现在也不能坐在这审你们了 待人证 随着海瑞的声音 淳安县称田有路和王老头两个人 竟然走了进来 蒋徐二人一见他俩 立刻都把头低了下去 田有路和王老头进来后 向海瑞和王永吉行了礼 然后面向着蒋徐二千户说道 你们两个还认识我们吗 两个犯人低着头 咬死了就是不认识 田有路气得跺着脚 大声说道 无耻之忧 无耻之忧 大人如此刁犯 不动大行 量他不招 海瑞只是点了点头 却并未拨迁动行 而是把目光转向了王老头 那王老头这辈子干的就是打人的勾当 此刻见海瑞望向自己 于是他上前一把揪住了徐千户的衣襟 把他提了起来 你狗日的混账王吧 当日你拿刀架在老子的脖子上 叫老子去放火 老子说了 不会写字 不会写字 你还硬逼着老子签字 现在倒说不认识老子了 说完老大的一个耳瓜子扇了过去 那徐千户的左脸立刻红肿了起来 眼前无数的金星在闪 王老头紧跟着又是一个大巴掌 嘴里吼道 还是想不起来是不是 这一巴掌下去可倒好 徐千户眼前连金星都没了 被王老头打晕了 那蒋千户立刻嚷嚷了起来 如此的逼供 我们要见赵忠诚 要见谭大人 海瑞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就像根本没听见一样 王老头一看这个阵势 更来了劲了 他放下了徐千户 拎起了蒋千户 两只手掌抡圆了 嘴巴子就跟不要钱似的 可是过够了打人的瘾 一边打 嘴里还一边说着 你还想见赵忠诚 还想见谭大人 那赵忠诚跟谭大人 也是豫王爷派来的 不帮我们海老爷 倒会帮你 海瑞见火候也差不多了 这才喝止住他 不许胡闹 站到一边去 随即他从桌上 拿起来一张字条 对着田有路和王老头说道 你们看看 他们逼你们 放火烧牢是不是这张字句 回海老爷 正是 蒋徐二范一看到这张字句 立刻知道今天是无法抵来 海瑞一拍金堂木说道 这字句是总督衙门的亲兵 当时就缴获的 两次放走倭寇 紧上十四郎 到底是你们自己所为 还是奉命行事 大明律再有名闻 奉命行事者是公罪 公罪不咎 一来是人证物证俱在 铁证如山不容辩驳 二来是到了这个时候 要是还不说实话 那就相当于自己要替何茂财去死了 于是蒋徐二人只得招任 属下也是奉命行事 海瑞说那好 说奉谁的命 行什么事 属下是奉了何大人之命 放了井上十四郎 都因淳安灾民不愿意卖田 何大人要做他们一个通过的罪 杀一井百 听到这里 海瑞终于松了一口气 然后命二人化压 又吩咐田有路和王老头 在贡状上也签上了自己的证人的名字 再将贡词和字句 全都装进了公文信封 用烤漆壶上了信封的封口 又从袍袖里拿出了一枚印章 趁着烤漆还未硬就盖了上去 然后他又从书案的一个木盒子里 抽出了三根羽毛 粘在烤漆处 王永吉在一旁 用轻浮激动的目光望着海瑞 同时他也明白了海瑞失踪的这两日 都去做了些什么 等做完了这一切 海瑞转向隔壁的暗室大声喝道 带正逼偿和冒财